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Sarina, 又是你了 辣椒 現在收緊花, 它很軟 又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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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現在是5月3日星期一 這個時間是早上11點45分 大肆跌了453點 就在28271點 都是那句 沒有了北水, 市是比較軟的 比較軟的 還有, 成交不是很大 是522億 大一點的位置在18000點 杜瓊斯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也是下跌的 跌了185點 去33874 NASDAQ跌了189點 13962 S&P跌了30點 去4181 那美匯 那美匯升了一些 它是91.3 主要是受到 經濟的狀況 有些數據有改善 但是, 聯儲局的寬鬆政策 都是鴿派抬頭 沒有變 整體來說 令市場有些技術回吐 但是, 美匯升得不太多 雖然, 經濟的數據很轉 但是, 始終, 息口也能維持一個寬鬆的政策 人民幣對美元是6.4735 即是港幣過二人錢 一元人民幣 英鎊是1.3822 對港幣是10.73 差不多, 沒什麼變化 黃金也是持平 倫敦金也是1,772 元 WTI原油 就去到63.45 回回 見過65元之上 就有些回吐 仍然卡在66元左右 十年長債的 美國的國債息率 就1.626 都是回軟的 看回整個指數 我們看看圖 指數的圖 指數的圖 仍然是處於一個比較橫行的位置 沒有什麼特別大的變化 仍然是一個繼續 你看回保利加通道 仍然處於一個收窄的階段 現在又去到保利加通道的底部 因為其實那個通道很窄 現在 那個底部在28,400 微微穿了 估計再跌多的機會 暫時看不到 仍然一個很窄幅的上落 在這個情況下 我想 多數大的股份 仍然都是這樣 膠著狀態 在這裏來說 大部分的股份 都沒有升 除了中電升少少 還有之前推介的中石化 中石化 微升了三個先 去到三個九銀錢 中石化就是三百六 中石化就是三百六 微升少少 而今天沒有北水 沒有北水 整個市場都沒有太大的變化 看看衍生工具市場 恒指好倉 牛證和認購證 上個星期五 流入了兩億多 而淡倉 紅證和認購權證 流出了1.9億 反映了大家 預期大市 跌了之後 又有個技術反彈 但今天還是繼續跌 受外圍影響 而恒指牛證 街貨重貨區收回價 是28,400到28,499 而紅證 街貨重貨區收回價 是29,800到29,899 都是很窄 仍然都是在這些位置 而整體來說 京東物流準備要上市 相信會帶來一些 新股熱潮 華盛方面也有優惠 新股開了戶口 會有送現金 詳情看看資料下面 亦可以看看下面的資料 描述一下QR Code 而京東物流 其實 看來看 它也有幾樣 有很多新的發展 譬如今年的1月起 在數字人民幣 會在數字人民幣 開始發生 這方面來說 會率先使用這方面的平台 而京東和一些電商平台海外 會有些合作 特別是在中東的B2B電商平台 有很多合作方面 而去年來說 截至去年底 第四季業績 都增長了30% 收入增長了30% 順利增長了超過5倍 其實做得不錯 所以京東來說 你看看股價 近期來說 都是跟著大盤走 都是比較低迷的 但是來到這些位置來說 就開始有一定的承接力 這個是一小時圖來的 你看看一小時圖 其實就是 在四月份 它淺轉都是微微向上走的 微微向上走 今天來說就是橫行 但是之前來說 一直都是向上走的 如果是看五分鐘來說 今天都是差不多 沒什麼走法 而日線圖來說 都是一個暫時的沉底格局 估計這個位置來說 就三百元 即297.98元 即298元 是十天線的位置 估計這個位置 開始會有些支持 始終來講 因為京東 都是自從上市之後 最高去到大概是422.8元之後 就輾轉回落 現在來說 就仍然是有一個下降軌 一柱下降軌 那裏 那 那 現在剛剛 就有一點點 就是 上回在牙礦軌的上面 那 那 能夠繼續 站穩一點 做好一點 我看機會大 因為它 也有分拆京東物流出來 那 大家可以不妨留意一下 那 而在短期的走勢買賣來說 你可以留意一下 五二二三二 這隻就是京東的牛證 京東的牛證 它的收回價在282.88元 那 282.88元 還有122日到期 那 這個牛證本身 它的槓桿有12.2倍 那 是可以適合一些較為極短線的做法 那 現在是299元 那 它 最低來說 就是 前兩個星期 最低曾經見過是284元 那 剛才那隻牛證 就是剛剛在284元之下 那 相信會較為安全一些 那 但都注意風險 如果喜歡玩極短線的買賣的朋友 就要留意風險 這個是瑞通提供的 五二二三二 那今天想說一下保險板塊 其實保險板塊來說 內地的內險股來說 都有點下跌 但是財險來說 相對是做得比較好的 這個就是中國財險 那 其實呢 它的 首季的順利 是升了41% 車險增長 是大幅度領先了同業的 在車險那裡 而投資收益也升了接近三成的 那麼 去到74億 成保利潤也升了45% 那 它現在2021年 估計它的PBook大概0.7% 都非常低的 那 所以 財險雖然升得多 那 但是呢 它 仍然呢 有機會呢 繼續呢 就向上呢 試更加高的位置 那 估計從它的股值來說 有機會去到 大概8.3為一個目標區 那 那 那 喜歡 安全一些的朋友呢 看回呢 就可以留意一下 一些是 來地的保險股 特別是財險方面的這些股份 那 2328 這隻都是不錯的 那 另外有一隻中國泰保 2601 中國泰保呢 就是 近期來講 就沉了底 下 那 那 這個位呢 就估值上來講 都是比較 相對吸引的了 它 頭兩個月的保費呢 就 就 受險保費呢 就升了8.2% 財險升了11% 首季純利呢 大概是升了2% 收入都接近10% 那 那 騰訊也都跟 是中國泰保 2601呢 有一些戰略合作的 那 預期呢 就 今年的新業務價值呢 有機會升兩成的 那 那 那 就放回目標位 32元 現在27.7 32元 就是 近回 100天線的位置 100天是32.9 50天是32.6 那 32元為目標位 那 就放回這裏 那 整體來講 就是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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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比較有概念的股份 那 譬如是做輕能源的 譬如是中石化的 那些都是不錯的股份 那 那 暫時來講 就是 又撕回低位 那 但是市沒辦法了 因為北水沒有來 估計在今個星期的四五 北水回來之後 市會做好些的 那 那科技股就有政策影響了 但是我看這個也是短線的影響 後面也會好些 那 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那 繼續希望大家多些 是 介紹給你的朋友圈 叫他們訂閱和點贊 有新片 就會即時可以知道的 那 就今天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以火中取律方式投資 其實只是一場靠運氣的賭局 而在一個跨越十年 價值二百萬美金的真正賭局中 巴菲特就證明了 投資可以是穩定增長 他選擇平淡發味的 倒瓶斯工業指數 就已經有平均每年十六%的回報 輕鬆擊敗前來挑戰的對沖基金 其實和能力和運氣無關 簡簡單單的指數投資 已經足以帶你跟上世界經濟的成長步伐 不單止這樣 面對市場的起伏和波動 定期投資的兩方 最適合為時機遊圍的你 魔機火中取律 投資其實是一個雪球和斜坡的相遇 世界的斜坡已經準備好迎接你這個雪球 或者 你選擇投資一起成長的美好生活 我們也建議不要錯過可以改變世界的科技 或者投資那些強勁的增長 尼華星 投資全球的指數基金和優質指標股份 收獲成長的禮物 投資本應如此 成績 在文字幕不公平 有, 不公平 可以建立 在文字幕不公平 有, 不公平 大青 有,不公平 有, 不公平 有, 不公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